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SARS Alliance的负责人彼得·达萨克说 缅甸 老挝和越南的蝙蝠也有可能携带了类似SARS的冠状病毒 其中有一些很接近SARS-2 达萨克说2003年的SARS疫情结束后 科学家们投入了大量精力在冠状病毒领域 他们这家机构也从近16000只的蝙蝠身上取样 并发现到上百种与SARS相近或相关的冠状病毒 他称 现在已知在中国栖息的一些蝙蝠带有冠状病毒 似乎特别易于传染给人类 但是科学家们过去很少在东南亚国家中取蝙蝠样本 导致学术界对他们的关注度比较低 了解也有限 因此可以考虑将调查新冠病毒起源的范围扩大 不局限于中国 也要对中国以外的各种野味市场 农场 交易者和猎人做采样分析 另一家病毒研究机构Welcom Trust的负责人 杰利米·拉法尔也持相同的观点 拉法尔是牛津大学博士 在越南生活和工作已经超过18年 他认为新冠病毒或者其他与之相近的冠状病毒 很有可能早已潜伏在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华南地区多年 现在只是需要确认一下中间宿主即可 法拉尔补充说 蝙蝠的栖息环境恶劣 无论是它们自身还是它们的粪便 都是各种冠状病毒繁衍的优越环境 这些病毒可能通过其他的野生动物 及野味市场接触到人类并展开传播 牛津大学的医学教授约翰·贝尔 则提供了一个他观察到的有趣现象 贝尔表示 根据经验 人们往往会认为越南应该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 尤其是它与中国接壤 但是结果却恰恰相反 他列举数据 越南的人口接近1亿 但是只有300多的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为零 更让人惊讶的是 越南政府其实并没有采取十分严厉的封锁政策 贝尔还说 没有人能够解释 越南的新冠感染率如此之低究竟是什么原因 但他认为 有一种解释也许说得通 那就是越南民众对新冠病毒或者其他的冠状病毒 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 所以疫情开始的时候 它并没有在越南造成任何的破坏 当它传播到中国中部地区 那里的民众对此没有免疫力 因此新冠病毒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 上述报道还提到 在中国政府的安排下 社会组织已经计划在8月份派出专家组 到中国进行溯源工作 7月22日在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汪文斌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说 自疫情发生以来 中国和社会组织一直保持着密切沟通与合作 当前中国抗疫仍处于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的关键阶段 任务仍然十分繁重 在这种情况下 中方仍率先统一与世卫组织就溯源问题 开展科学合作 邀请世卫组织派专家共同讨论溯源问题 目的就是为了支持全球更加有效的应对疫情 为全球抗疫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开放透明负责任的态度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瑞安先生曾经说过 对任何国家而言 邀请国际团队加入并与其公开合作 都是额外举措 我们也希望所有相关国家都像中方一样 采取积极态度 同世卫开展有关合作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